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一款属于中国儿童的回忆 虽然曾经失败过 但却试图卷土重来 奥奇传说 开发商是中国的摩奇工作室 隶属于天梯互于旗下 母公司为百奥 这款奥奇传说 是在2012年时当时网页游戏盛行下的产物 到目前也还在营运中 曾经在2018年时由上海陶米的台湾分公司 台湾陶米代理过 在当年的6月15号上架 隔年的8月31下架 只应允了短暂一年多 陶米也是前阵子上架的 摩尔庄严的开发者 不过那款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是连喷它都懒了 这间天梯网路在台湾也上架过其他游戏 像是食物语 造物法则 还有一款没上架的 螺旋圆舞曲 充满浓浓的宫廷跟凡尔赛光格 旗下工作室的美术风格都有一定的水准 不过游戏性都不怎么样 有些不只干死 还要克死你 本质台湾跳板代理是魔方数位 但这款手游可以查到的中国移收并不高 了不起约在1000万台币左右 很多中国老玩家都选择继续玩旧的PC版 台版我预计半年后也差不多会宣告阵亡吧 游戏为二次元卡牌养成 伪装成M&O的玩法 其实我跟这IP完全不熟 所以完全没感受到什么情怀 毕竟我的童年就是神奇宝贝跟数码宝贝 而对这游戏首次的体验感觉就是 乱 不管玩家的等级到不到位 都先把内容塞好塞满 整体体验下来 完全就是把放置传奇M&O套上二次元的皮而已 并且搭配总是消不完的旧时代红点机制 虽然设计上可以让玩家移动 但除了用来启动剧情跟展示玩家课金能力以外 完全没有其他使用功能 大部分只要点任务就会自动到位 启动剧情后 开启战斗 就没玩家的事了 也没什么探索内容 但为何不干脆直接做成一般的卡牌游戏就好 还可以省一个背景建模 力绘方面算得上中上水平 还有全语音加live2D 真的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优点了 有几位的时装也确实蛮好看的 但也就这样了 已经不知道是第N款 只剩美术能当亮点的游戏了 战斗方面 有处心克制跟站位系统 上场前可以进行调配 但除此以外就没有可玩性了 战斗期间不能控制 就只能看他们瞎打或者等跳过 啊对了 还可以欣赏他们宣传中 引以为傲的各种华丽动画 另外站位的阵法 是需要去通关解锁才能使用 而解锁完以后 你还必须去不断的挑战来升级这个阵法 完全就是 战力够就过 打不过就升 再打不过就克 妥妥的克金比拼 而养成方面 就是用各种复杂的机制来叠加 高情商叫深度 低情商叫刻度 强度 都是建立在课金机制上的数值拆分 课金方面 除了不定时会弹广告叫你手冲以外 到处都是充满课金的提醒 领个奖励或者通关都有课金功能 如果你不想练角色 还可以花钱直接练满 而且所谓的新手福利 是包含要你充值的部分 原来要花钱买的也叫做福利 感谢厂商的重新定义 而VIP月卡就算了 连年卡都有 还有一个组队充值功能 那你可以找五根韭菜绑在一起当盘子充值拿奖励 不得不说 厂商真的是想赚钱 就不怕没办法 要不干脆练才快一点 除之一百万直接送封顶VIP 上演客长间的神仙大战 结论 你是客长你是王 变成韭菜不冤枉 感觉偏低零层的玩家 应该会很喜欢这类游戏 毕竟有可爱的例会加上伴装系统 而一般玩家除非你曾经与这个IP有什么情怀连结 不然我实在找不到任何能推荐的新一点跟可玩性 建议是直接略过就好 还有这官网跟老鼠会般的推荐预约 不知道多少亲朋好友 会为了这个抽不到的奖励出卖他的人脉 那最近会开始整理7月份的手游营收了 一样会整理上架超过一个月 并且我曾经介绍过的游戏为主 如果营收太烂基本石头的 我就直接删除了 其他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可以留言 有机会的话就会一起纳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